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follow 到 7 月初的時候,俄羅斯通過了一項修憲公投 而這項公投的結果,可以讓他們的現任總統普丁 在當了 20 年的總統之後,繼續連任到 2036 年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根據統計,這個修憲公投的投票率有 65% 其中又有超過了 78% 的人投下了同一票 看到這個結果,讓我們冒出了很多的問號 包含為什麼普丁的支持率會這麼高? 他在人民眼中的形象是什麼? 以及俄羅斯的政府體制是怎麼運作的? 據說他們是一個言論不自由的國家 那他們的人民跟政府的關係又是怎麼樣呢? 今天就要我們一起來認識一下普丁 然後也透過普丁,一起來認識俄羅斯吧! 剛剛有說到這次通過的清憲法 能讓普丁連任到 2036 年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事實上,俄羅斯的總統是民選出來的 也是有任期限制的 原本的憲法規定他們的總統 一個任期是 6 年 然後每期最多連任一次 也就是說,選上總統後 最多可以連續當 12 年,然後就要換人 但是同一個人未來還是可以再次的參選 就跟台灣現在的制度是類似的 而這次的新憲法 把每期最多連任一次的每期刪掉了 那在意義上就變成每個人只要選上總統 最多就是連任一次 那他這一生只要做滿 12 年就不能再參選 這個新的規定理想上有助於政黨輪替 可以避免同一個人長期掌握政府的現象發生 但是這個規定套回到普丁的身上 卻發生了相反的效果 本來普丁在這一任做完 12 年之後 就不能再選下一屆的總統了 但因為新的憲法沒有朔及既往 所以下一次的總統大選 他可以當作沒有過去的這段任期 直接再度參選 假如到時候他又選上 然後選上之後又再度連任 那麼他在最極限的狀況下 就可以一路當總統當到 2036 年 當了他 84 歲為止 當然我們也得強調 那是普丁下次又選上的前提之下才會發生的事 但是很多的新聞媒體都會直接預估 普丁在這次的修憲之後 有很大的機率就是會一路當總統到 2036 那反過來說就表示 普丁在俄羅斯很有人氣 而且人民非常有可能把票給他 那我們就很想知道 為什麼俄羅斯人會這麼支持普丁呢? hiho 大家好 我是志祺 又聽到一次打招呼 沒有錯 現在進入的是我們的乾爹時間 在我們的頻道裡面 有一個系列的影片叫做左邊鄰居觀察日記 內容主要就是在討論關於中國的事 那由於YouTube從中國是無法直接連上的 所以有不少中國的觀眾會透過VPN 或是各種科學上網的工具 翻牆來看這個系列的影片 而這種翻牆而來的左邊朋友們 在這幾年大家應該也看了不少 有些是純粹翻牆來看看牆外的資訊 但也有不少人明顯是要出來跟人吵架的愛國小粉紅 或者是領錢辦事的五毛 那當然除了這些對外的攻擊以外 中國政府對內的網路監控也不是什麼新鮮事 而中國這一切的數位威權 或許都可以從他們的網路防火長城開始說起 剛好這次我們接到了遊籍文化的邀請 要來跟大家介紹這本非常精彩的好書 它叫做《強國志》 這本書的作者是常駐在香港的CNN記者 詹姆斯·格里菲斯 他花了好幾年調查研究中國的防火長城 是怎麼從對內的監控與審查 逐漸發展演進為對外的攻擊與滲透 書中詳細的描述了中國是怎麼利用著網際網路的自由 反過來影響了牆外的世界 甚至把這樣子的一個網路長城科技 輸出給其他威權國家 進而影響了更多人的自由和民主生活 那這本書一出版之後 就收到了不少研究中國侵略的專家學者推薦 是對中國網路監控議題 有興趣的人不可錯過的一本好書 那對這本書有興趣的觀眾 你可以點擊下方的資訊欄 看更多相關的資訊 或者是到各大通路逛逛 喜歡的話也可以購買支持喔! 這個問題我們想要分成兩個部分來看 一個是他的外在形象 一個是他的實際政績 那麼首先我們來看看 就是人們眼中的普丁是怎麼樣子的? 媒體上面常常會出現普丁在湖中游泳 在寒風中赤裸上半身的照片 也曾經有過各種的報導 顯示普丁會打柔道、會驅擊 甚至會開飛機、駕駛坦克車 而更浮誇的甚至還會有普丁打老虎 普丁騎棕熟 普丁帶領這個賀群遷襲 這種不知道是真是假的傳奇報導 在網路上面大肆流傳 而另外,普丁在蘇聯的時候 其實是俄羅斯派去東德的間諜 這種特殊的身份 再加上他看似用無所不能的事蹟 可以說是完美的體現了戰鬥民族該有的精神 而這種強而有力的領導者形象 說服了很多的俄羅斯人民 而除此之外 普丁也不只是外在形象強大 在他的執政下 整個俄羅斯也跟著重新強大了起來 普丁是俄羅斯從蘇聯解體後的第二任總統 在他第一次上任的期間內 最大的政績就是讓俄羅斯獲得金磚四國的稱號 這個稱號對俄羅斯來說 不只是一種經濟發展上的肯定 更有著俄羅斯重新被國際重視的意義 而這一點對當時的俄國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那應該都還記得喔 過去的蘇聯曾經一天到晚跟美國進行軍備競賽 甚至搶先全球把人送到太空 是全世界都會怕的超級強國 但是在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 俄羅斯雖然繼承了蘇聯絕大多數的國土還有軍力 但卻因為失去了周邊國家的勢力 不像以前一樣能跟其他西方國家平起平坐 而在一些有關自己的國際分證裡面也插不上話 然後導致他們的國際地位急速下降 同時蘇聯解體之後 俄羅斯的第一位總統葉爾卿 因為想要仿效西方實行全新的一個經濟政策 但最後成效卻很差 導致俄羅斯的民生經濟一路前漲 而對當時的俄羅斯人民來說 蘇聯解體後的10年內 整個國家似乎都在快速的衰敗當中 而普丁則是那個讓俄羅斯起死回生的關鍵人物 他不只在短短的幾年內挽救財政危機 振興了國內的經濟 讓俄羅斯得到了金鑽四國的封號 也在面對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的時候 展現出強硬的一面 讓大家知道俄羅斯並不好熱 在大家的眼中 普丁是一個能夠帶領國家重新踏上正軌 往更好的地方邁進的總統 而自然的也就獲得了很高的支持率 可以一直連任下去 但是在掌權的這20年來 普丁當然也有充滿他爭議的地方 雖然普丁在政治與經濟上復蘇了俄羅斯 但他卻在社會的言論自由上面 不斷地進行更多、更進一步的限制 他一上任就開始對新聞媒體進行言論的審查 而國內比較大的媒體 要不是被政府收編、向政府靠攏 就是這種負責人莫名其妙被撤換 甚至是被抓走 而發表跟政府不同觀點的言論的記者或學者 也會因為言論不受歡迎而被罰款 甚至是被判刑 去年普丁才剛簽署了一項假新聞法案 授權他們的檢查總長 可以在不需要法院判決的狀況下 就判斷某個網站或帳號 是不是發表了對政府、國家、社會有負面影響的內容 也授權他可以直接刪掉訊息 封鎖帳號或網站 並對發言人罰款 總體來看 在無國界記者組織2019年的報告中 俄羅斯的新聞自由度 在180個國家中排名第149名 原因是他們的政府會利用逮捕、任意搜查 或者是言行峻罰等手段 對獨立的媒體還有網路加強施壓 而實際上 普丁過去曾經用過各種方式 修改總統的任期、躲避連任的限制 讓自己能一直處於權力的核心當中 只是當政府先限制了人們的言論自由 他要做出各種擴充權力的事情 就很難有反對的聲音跑出來 而也許對大部分的人來說 他們也因為媒體的風向 更容易去接受普丁的擴權行為 比如說他在2008年卸任之後 推舉自己的親信梅德維杰夫去選上他的總統 然後他證明自己作為總理 利用這個方式繼續掌握政府 並且在這個期間 修憲把總統的任期從4年改為6年 而梅德維杰夫下來之後 2012年普丁又重新當上了總統 並且成功連任 任期移入到2024年 而上個月他又一次的修憲 讓自己這兩年的連任可以不算 直接獲得再當12年總統的機會 而且普丁這次進行修憲公和的方式也很聰明 一來,關於總統任期的條文 大部分人其實都不太容易發現 他其實有著能讓普丁繼續連任的陷阱 二來,這次的修憲內容 除了總統任期之外 還包含了其他經濟、社會、宗教層面的規定 但這些並不是一條一條分開投票的 而是全部集中成一張選票 要嘛是全部同意 要嘛就是全部反對 但很多人對這種偷渡的投票法感到不滿 但卻因為言論審查的打壓或是風險 而無法形成一些有利的生意 現在俄羅斯的青年族群中 其實有一個在野領袖納爾瓦尼 他們批判政府官員貪腐、做事成效不彰 國家財政的狀況越來越差 同時也反對普丁一直把權力握在手中 但是每次去集這些群眾的抗議 總是會遭到政府的鎮壓 而納爾瓦尼也常常被逮捕入獄 而另外,我們之前介紹過的 在氏族上面鬧場的這個暴動小貓 也是俄羅斯國內常常跑出來抗議 然後又被抓走的反普丁團體 然而,撇除這些抗爭群眾之外 俄羅斯整體的社會氛圍 其實普遍還是非常政治冷漠 因為蘇聯解體之前 俄羅斯曾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是極權威權統治的國家 經歷過那些時代的人們 對談論政治都很直接的感到害怕 而俄羅斯在蘇聯解體之後 雖然逐漸的民主化 但卻因為社會不安定、民生狀況差 讓大家留下民主好像很混亂的印象 對很多人來說 有普丁這樣的領導者來帶領國家 也沒有什麼不好 如果要把普丁換掉 反而也選不出 嗯...到底要換成誰才好 那大家在這種心情中 默默接受了普丁對國內越來越強勢的控制 而越來越強勢的控制 又讓大家更不願意 或者是更難對政治發出一些聲音 一直以來,大部分人講到俄羅斯 都會想到蘇聯的高壓統治 或者普丁這種管控輿論的強人政治形象 但我們團隊自己覺得最好奇的地方是 明明同樣是強力管控言論自由的國家 為什麼我們還是偶爾能在新聞上面看到 俄羅斯境內會有硬派的反對人士 跑去抗議普丁怎樣怎樣 甚至在他面前裸體等等 但場景換到中國 就幾乎沒有聽過有這樣的組織或抗議行為 這當中的關鍵差異到底是什麼呢? 這個部分我們自己推測 可能有兩個主要的原因 第一個是,俄羅斯的總統畢竟還是名選出來的 所以雖然很多人對政治冷感 但至少在形勢上面 民眾對於政治的影響力或是參與感都會比較強烈 而第二個原因呢 只是俄羅斯政府管控輿論的能力 並沒有像是中共這麼的全面 也還沒有完全掌握社權網絡 上個禮拜我們在強國的那集有提到 俄羅斯控制國家輿論的手段 幾乎可以說就是抄襲中國的做法 而中國網路長城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要阻斷人們互相串聯的能力 只要大家沒有辦法把反對的聲浪聚集起來 那就很難凝聚成實質上的抗爭行為 畢竟當大家認為自己只是少數的時候 就很難有勇氣會站出來 而相比之下 在中國境內掌握社群網絡技術 還有這種媒體資源的公司 幾乎都跟政府站在同一邊 但俄羅斯卻不是這麼一回事 最有代表性就是當地最大的社交平台 號稱俄羅Facebook的VK 他的創辦人杜洛夫兄弟就認為 言論自由並不應該要受到審查 尤其VK近幾年被政府相關的資金買下之後 他們又創立了Telegram 這個大家普遍認為安全性很強的通訊軟體 而從2018年 俄國政府要求Telegram交出加密禁鑰的時候 也被他們拒絕了 當時俄國政府本來決定直接封殺Telegram 沒有想到這個結果 卻導致了數百個不相關的網站也連帶騷牙 包含了Google還有Amazon都一度斷線 引起了很多憤怒的俄國人站上街頭抗議 而一直到今天 民眾和政府的網路爭奪戰也都還在進行當中 那關於俄羅斯跟中國言論審查的差異 這是我們自己一部分的推測啦 不過因為腳本製作的時間也有限 我們也不敢說原因就完全是這個樣子 或許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因素也都參與在其中 所以如果你有更多的想法或資訊 也歡迎待會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好的,那今天的提問我們想要來問問大家的是 如果有個像普丁這樣的總統 能讓原本一蹶不振的社會 在10年之內經濟復蘇、國際地位提升 你會希望他可以不顧任期的限制一直連任下去嗎? A. 希望難得遇到一個這麼有能力的領導人 應該盡可能讓他持續發展下去 B. 不希望人的權力越大,越有可能走向極端 還是要適時的輪體才保險 C. 不一定,我有一些其他的前提要考量 D. 其他,留言跟我們分享你的想法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認識普丁跟俄羅斯 此外也可以點這個地方 看看暴動小貓在士族賽的抗議 以及有關中國網路長城的槍國志說書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 掰比!